继续来看到12号香港民航业七工会发布联合声明 要求示威者立即停止在香港国际机场的非法行为 此其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机场使用者机 到港旅客对香港的观感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形象 成品指出 今日的机场集会并未向香港警方申请 也未获得不反对通知书 因此属于违法行为 民航业七工会强烈要求特区政府机场管理局和警方 行使应有的职权并开展执法行动 尽快恢复机场和社会的安宁 香港民航业七工会表示 今日香港一连串暴力冲突 导致防港旅客减少机场的客运量和后运量 双双大幅下降 工会呼吁旗下员工和普通市民 不要参与有关的违法活动 并指出违法占领机场的行为 将持续损害香港经济和机场员工的生计 感谢观看